没错啊 其实现在直播间里面一直也在说甜甜 然后甜蜜满满 然后一直在互动起来 那当然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如果说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抓紧全行动起来哦 好的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SUPER2竹炭滤芯净水器 倒出来的水 那小孩子味觉很敏感 王老师 是不是小孩子也会更适用我们的净水器出来的水呢 是的 刚才我有说我们家是深度的净水器的用户 我们家孩子从小呢 也就是喝被过滤过的水 所以如果我们家孩子的口味特别敏感到什么程度啊 就他平时跟我去一些餐厅 有些餐厅他会提供一些柠檬水 可能盖住了他那个什么 本身的那种饮用水的味道就没有关系 但是有些餐厅他没有提供柠檬水 就是那种普通的白开水 他不喝的 他出去从来也不跟我说妈妈你给我来点饮料啊什么的 他一定说妈妈你给我再要一瓶瓶瓶水 因为他从小已经喝惯了这味道 就是刚才就像是马总说到的 他说你如果喝习惯的话你是完全能够尝出来普通的白开水和我们的这种已经经过过滤的这种成精水它的一个区别的 因为他口感真的就像我们家孩子说 妈妈他那个水有味道 而且呢就是感觉 他没有那么回甘的那种感觉 对他真的能品尝出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宝宝婴儿 他泡奶粉是不是味道也会更好 对如果你的水本身有味道的话 第一呢就是孩子他可能不爱喝水 有些家长说我们家孩子特别不爱喝水 我教了好几个方法 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看看你给他用的这个水 是不是他会觉得味道不够那么好 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说冲奶粉呢我们用这种水呢 它冲出来的味道呢也会更加还原妈妈母主的味道 那如果这样的话 刚才考了考李总接下来考一考西薇跟李总好不好 既然这样刚才西薇说都想泡奶粉喝了 接下来一个机会 你们两个来个冲泡奶粉PK好不好 李总家里是有宝宝了对不对 我可是超级奶爸 超级奶爸 西薇胖胖 我觉得你在我这儿得过个关 没有关系 兴许就是西薇有这个天赋对不对 两位做好准备好不好 那这样的话请王老师帮我们准备一下道具 奶瓶都认识的 然后一人一支 我立马学习 那我这里我考一下西薇 冲这个奶粉 你不会要问我水温多少度 不是 先放奶还是先放水 先放奶粉还是先放水 粉 我真是本来想这样子 来刚才这一段直播的时候卡掉 倒回去倒回去 来回到刚才视频 直播还是录播呀 直播直播 没事没事回放掐一下 大家帮装住 来刚才这段掐掉 重问一下 你是不是有问题呀 我们冲泡给孩子 宝宝这个冲泡奶粉 先放奶粉还是先放水 先放水 哇塞都不思考 对了 是不是对了 是不是对了 对了 对了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看能不能拿到我们 马龙来一个 我第一次回答 跟西薇是一样 我也没孩子 你难为我呢 这是我的盲区了 不好意思 来那我考吧 你考吧 多少温度比较合适 多少温度比较合适 刚才西薇比较害怕的一个问题 被我也提出来了 猜一下 我给你一个选择题好不好 然后一个呢是45度 一个呢是60度 一个呢是80度 那既然这样的话 刚才西薇回答了一个 不得李总来回答第二个嘛 对不对 超级奶粉 你觉得45度 那 你有一种超级奶粉 应该其实有个范围 40 你的答案里面是45度 其实42到45都是OK 这么专业 这么专业 果然是奶粉 对对 超级奶粉 那看来真的是超级奶粉 这个名号真的要灌到您的头上了 对不对 那这样呢 要不我们试一试 冲胖一下好不好 现在来两位来试一试 两位来试一试 来西薇等 西薇 来 来 余总 来 奶粉在这里 你俩自取 自己取 我今天就不考你俩 就是几勺奶粉几勺水了 这个随意 浓淡随意 就是看看你俩的这个过程怎么样 来吧 来 这个是奶粉勺 来西薇星来 我觉得 要不然奶爸先演示一下 这里面实际上还有小技巧的 我偷学一下 这个小技巧啊 我就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奶爸 衬不衬直 又没有它吹得那么厉害 没错 好 来吧 来吧 这边有小细节的 好的 好的 先来演示一下吧 先放水 先开锁 我们看一看 好中间 现在的温度刚好就45度 可以了 我就泡200吧 200的 有没有什么讲究 李总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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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和奶粉的比例 对 哦 很精确 刚好差不多两半 这个就是习惯 这个就是习惯 习惯 果然是超级奶爸 来接下来看重要的一个细节 这个没有刮的东西 哎 非常棒 因为我们给孩子充奶粉 它的水分比的要求非常阳高 对 一般的奶粉罐有一个什么 刮的一个地方 对 这样也OK 哎真的很专业 都不带洒的 对 这个口有点小哈 嗯对 正常来说是一勺 正常的一勺一般是50毫升 对 它有时候呢也有40毫升 30毫升 对 看就是奶粉的它的具体的要求 不同奶粉可能要求不太一样 然后今天就放四勺 对 看一定要刮平了 对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的奶的这个浓度里面的各种营养素是比较合适的 然后是比较接近母乳的 这样的话才能适合宝宝的它的新体的营养需求 嗯 哎 这一块也很重要哦 这一块也很重要 就是看 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是知识点 对 每个动作都是在知识点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貌似看起来 这时候还有转术的要求 一定要转 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无理的要求 这样转其实会比较慢一些 是慢 看这是爸爸 这就是爸爸的同意你知道吗 一定要快 恨不得像调酒石你知道吗 但这样的话会导致奶粉里面气泡太多 然后宝宝喝进去它就容易怎么样 好可气 打嗝 或者说不如爱比较张 这样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是这样平行的 这样滑动 但是现在奶粉呢它的这个溶解度还比较好 所以说 李总家里宝宝是不是打嗝都怨你 同时其实这款进水这个进冷机 其实能解决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痛点 就是正常来说咱们过去在泡奶 一般都会有个恒温壶 对 其实大家很担心的是那个恒温壶里面的水 是会牵滚水 对对对 对吧它凉了 然后加热凉了加热不断的煮 其实尤其是半夜如果说孩子要喝奶的话 基本上这个一秒出热水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非常重要 而且能处得非常精准 这个痛点能极大的解决掉 对 因为它是济热的 并不是说在里面重复的去烧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淋沉水的这个概念 那这样您试完了 我们发现了就是挺完美 但是也完美当中有瑕疵 值得再进一步学习好不好 就男性的通病你知道吗 着急 那这样让欣威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看看欣威第一次充满奶粉 成绩如何 来我来帮您拿话词 谢谢 来首先我们来接水 对200毫升 这个学会了200毫升 这个中间这一点 按一下这个 按一下就可以 按一下就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 来我来 来了 急按急停你看 这个真的好便捷 是的 非常方便 他的反应比我的反应还快 是的 就是他他到那个办公桌也有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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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好200毫升可以了 按一下 哎 哎好的 哎 这个急按急停的这个不变的地方就下雨了 太过于敏捷了对不对 对 来我们倒出去 我觉得 留下来200 我觉得我给对的小孩应该多喝点 哈哈哈 来吧 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放奶粉 这说明什么 说明跟着欣威吃饱饭啊 就跟我们家 这个奶粉得刮平 对 因为他这样的浓度才是比较适宜的 比较适合我们孩子的身体需要 也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个比例 就是因为他和母乳比较近 嗯 那在细微冲泡的这个 没事 撒了 没事第一次 来吹走 没有撒 没有看到啊 哈哈哈 来这样吧 在细微去进行操作的过程当中 马总给我们介绍一款 这一下我们的静影机好不好 在他冲泡的过程当中 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这款静影机 就是这个静影机呢在刚才我觉得 呃 国祥总 刚才讲那个痛点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嗯 他一定是一个深度的用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器更适合这个国祥总 真的 这个 国祥总可以可以简单说一下这个 你使用那个静影机的一些体会 作为用户来讲 我觉得更好一点 从我就完全从用户的角度 自己少了 让他酸浓一点 哈哈哈 因为说不加比例嘛 用家老爷爷爷嘛 水多了应该多加点 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我帮你盖上 来来来我帮你盖上 来现在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刚才有讲过 刚才有讲过 对 对 特别棒 以四季就协会了 没错 刚才都加了之后 希薇说让他喝多点吧 喝浓点 哈哈哈 哎我觉得这个温度放在手里感觉好幸福啊 是吧 就是感觉好像又适合人体体温 然后 等到宝宝喝的时候 他的这个温度呢 差不多是我们说什么母乳的温度 对 没错 那刚才说到了他其实可以加热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净水器里边 接完了水可以到我们的吸引器里加热一下 是不是 这就是 呃 美度可调 你可以需求美度 哦 因为在那个手机里边可以调 选择 你说需要的美度的温度都可以 75 65都可以选 哦 是这样 自定义 我们是可以去自定义的对不对 对 非常智能 那既然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刚才有冲泡奶粉 当然我觉得这 因为这个应该打100分 还可以让孩子管保 李老师 非常不错了 对不对 其实除了能 这款机器呢 基本上能除了泡 泡奶之外 其实还能就是刚才马龙说的这个自定义温度 你还可以去随意的去调整温度来泡茶 对各种茶 因为泡 泡绿茶跟红茶它温度又不一样 对不一样 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基本能满足日常生活当中喝水用水的这个需求的 完全能搞定 没错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要不奥老师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和普通的自来水的区别有哪些 大概概括一下好不好 好的 我给大家点赞来总结一下 首先呢我们说自来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它呢可能在我们的就是出厂的时候 我们先抛去刚才说到的它的什么消毒副产物的问题 在这个就出厂的时候它是卫生安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但是在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管道管道有些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呀什么的可能就会融到我们的水里面 或者是你们家是一些高层的话 那么这个水呢可能就会在储备的过程中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可能就不那么安全了 那么第一呢是口感问题 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就不喝这样的什么普通的自来水烧开的这种白开水他不喝 因为他觉得有味道 第二的话就是可能会不安全 第三的话就是说淋沉水的这个问题 像我们家那个进水机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我说为什么对于米会深度的重藏的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几天再回来的时候放沉水要放好久 尤其是有时候还是早上然后要上学去都特别着急了 而且这水的颜色怎么还就是它体式还没有变化 这种就非常的让人怎么样 是不是也遇到过 对对对对 是的担心这种问题 那其实刚刚刚刚刚王老师有提到宝宝啊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清洗的问题 说到这个马总咱这个功能里边是不是有个叫超微气泡水的功能是不是 对超微气泡是我们另一款产品 对这个是不是有听说过他好像在美容院 美容院 美容院 对在美容院里有提到过这个 清洁的作用是吗 是吗 这怎么运用到了咱饮用的水里边的具体是什么 跟我们说一说吧 因为高端SPA美容院其实就是利用超微气泡这样一个功能去深度清洁这样的毛孔 因为人体的毛孔是100微米 那超微气泡大概会做到50微米以下 所以整个清洁毛孔能力是做到很大的提升 就这样对 那既然这样的话 其实在咱们这个区域冲泡的区域这旁边 大家可以一镜头看一看 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到咱们的超微气泡 我们的饮水机这边一起